柬埔寨警方日前破獲人口泛運集團 救出的35名中國人 更逮到了一名台灣籍的人蛇主管 根據警方調查 這名男子三年前就已經出境到柬埔寨 他的戶籍也從高雄遷到了國外 由於柬埔寨警方這次的營救行動 主要是要救中國人 而現在男子可能會直接被送到對岸去審查 目前我國警方也正透過外交管道 了解當中 在日前公布逮到的三名人蛇主管 其中最左邊穿白色衣服的是台灣幾男子 26號檢國警方到西港突襲 掃蕩人口販子他因此落網 同樣在柬埔寨工作的台灣人透露 幾年前剛來時被加進台人互助群組 認識了男子 一開始他還是從事房地產工作 直到兩三週前換了一間公司 人就被逮了 我國警方調查這名男子108年就出境到柬埔寨 戶籍也從高雄遷到國外 他時常在臉書轉發台灣媒體報導 說政府如果好好照顧子民 有誰願意出走他鄉甚至被騙 更曾對網紅好棒棒嗆聲 說他的詐騙救援行動已經得罪檢國政府 如今人落網了 警方救出35名受困中國人 現在男子很有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審查 兩岸的關係非常的緊張 那是不是中國方面會有這個機會來 對我們做所謂的一個政治上面的一個表態 然後讓這些不再被抓到的人回到大陸去 我想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就在男子落網前一天他還在臉書發慈善募款 說要蓋第二間圖書館 讓片香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附上還在蓋的照片被網友酸爆 這是要關豬仔的地方吧 而針對我國嫌犯落網 目前警方則是回應 已經透過外交管道向檢方協調 了解案情 記者綜合報導